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和蒋川特级大师 在这里一起和您分享 2014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的对局 这一轮对局是在 全国个人锦标赛的 八强进四强的精彩对局 由我们著名的特级大师 许云川特级大师 对阵 金波大师 我们看市站 帕二平五 中炮对屏风马 中炮对屏风马也是 我们象棋最流行的变化了 对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 对对 红旗选的 红旗选的那是 黑暗走的是足七进一 先足七进一 先足七进一的意思呢 很显然就是 不给你走兵三进一的机会 假如说 他在走G9平八 这样的话 红旗选有可能就强挺三兵了 那在你跟金波的接触中 队友啊 对金波走这些 强挺七足多么 我觉得不多 应该还是比较少的 是吧 确实 那他怕许云川走成什么样 应该还说是怕黑风 怕红旗走成三兵系列吧 就兵三进一的系列 因为这个兵三进一之后呢 有可能会形成中炮进三兵 中炮进三兵在我们看来呢 这个布局就是有点纠缠 因为顾及到许云川的实力嘛 所以说他是希望走足七进一 强挺 红旗按正常的话 有可能会走G1平2 过河G G9平8 这样过河G 这样呢 就走成那个过河G对 就双阵队两头手的变化 直双车了 像这路变化呢 相对稳一点 就是稳一些 黑方虽然说是防守 但是他也能够顶得住 不是特别激烈 不是特别激烈 我觉得随着现在一个 向其个人赛的赛制的改革 现在是第一循环 是大家整个循环 然后去全16名 对 然后进入最后的一个单逃 是 单逃就是去全16 然后进行两盘对局制 一盘先一盘后 所以这盘呢 应该说是双方的第一盘棋 对 金波也是希望那个后手先顶住 是 所以作为后手来说 还是稳为主 稳为主 所以他就强挺七组 然后先手才去进攻 对 所以这也是战略线的考虑 是 红旺呢 走了炮8平6 小学也更稳 对对 这个徐特党也是 感觉上就是说 根据对手的策略 然后临时制定的一个策略吧 黑方G9平8 黑方G9平8 方方 马8进7 跳 黑的 黑的 炮2平4 平时金波有下过这棋吗 金波下过这个棋 他应该说在今年的向下联赛当中 也是下了比较好几盘吧 是吗 对对 他挺有心得呀 对这个 对 他走先手也走过几盘好像 那我们观众朋友们看 这是五六炮对反着的反攻吧 对对反着的反攻吧 一般按常理来说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说反着反攻马不太好 对 但是他这个棋呢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他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炮的意思 对制炮口 过后就是让你兵七进一之后 你马七进六就是跳不起来 当时我有见过 当时有交炮瓶6之后 第一步比如说过攻炮 然后黑棋直接走炮瓶是对着的 对对对 好像就是为制马口 对对 原理是一样的 对 我们其实朋友有机会 也可以去尝试尝试这个 就是为了不让他跳起马来 对对 我们接下来看红旗出狙 红旗出狙 黑棋跳马 那红旗自然会兵七进一先顶上 虽然马跳不上来 这个足也挺大 对对对 但是这是这样的 你的马跳不上来 我的也跳不上去 对吧 护制 因为黑方毕竟是防守方 大家都进攻不了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吧 作为红方是主动进去 他肯定得希望能够 双方能够打破平衡 对 现在我们老能看见一些 大家去尝试一些新的棋谱 对对 有时候还甚至说 之前会有定论说不行的 也会老普翻新来翻出来 去研究 对对对 是 我走了兵七进一 黑棋 黑棋 14进五 补一个 红旗这个鞠自然不肯鞠平二是吗 假如鞠平二 对 黑方就有可能会走炮八进四 这样之后黑棋会鞠平二对军是吧 他是这么想 他接下来会有鞠平二对军 你可能 或者 顶他会有炮四平五吗 炮四平五 那先补一个 先补个试 过后来再兵五进一 再炮五进一 会不会有这个什么的思路 这个好像有点慢 他们更多的下法 就是 好像更多的下法 以前是走 如果飞翔的话 那就兵五进一了 是吧 对 接下来呢 姿势 他好像对炮 这种阵性是非常多的 这样效率比我那个高一点 是吧 效率高一点 快一点 是吧 毕竟 接着先手对 就把阵性调好了 反正黑棋的右区就是个队 那边就是个队 是吧 将来最好的出炉 对 这个下法呢 金波大师也是下了很多盘 他就先手也下了很多盘 是吗 是 当时就是 好像就是打掉 然后吃掉 这样 再吃掉 然后他再把这个局给对了 下残局了 司马报了 红旗稍优 对 红旗稍优 但是因为这个棋 很简单 对 只要放在太多了 可起为多 金波大师敢这么下 我想他也是对这个局非常有信心 他认为这个 他竟然先手也进攻 人家进攻了很多盘 没有找到办法呢 他认为后手肯定没有问题 是吧 所以观众朋友们注意 有的时候这个知识和飞向还是有区别 对 尤其是当对手有可能会冲中兵的时候 对 不飞向先知识会保留 怕的兵武 对 这是一个挺技巧的地方 对 那当然小许没有局平二 对 他走了是局平一 这也是球变的一个下法 这个是一个球变的下法了 当然局不被你封上 但是逼定速度相对慢一点 对 他起泡八瓶酒 泡八瓶酒 我们的局平四 黑方走了局平四 黑的向三进五补 黑的向三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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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向三进一 冲击中兵 架子都摆好了 对 准备找机会往里进了 是 架子先把它摆好 这个时候呢 黑方就面临了一个选择了 黑方其实可以走局平二 对 我也是觉得黑棋 这种棋好多时候都是要局平二这么对局的 对啊 但是现在局平二就是考虑到红旗将来有没有局平八 这个骚扰 如果没有的话好像可以对 但是现在有没有你给我们大家点灭一下 如果吃掉 肯定红方得吃黑方 局平八 局平八 主要是看这招 估计就是黑方为什么没对局顾及的地方 马二进三跳 马二进三 局八进六 红方局八进五 局八进五 这个时候呢 黑方是可以走炮四天二 退炮 不能进炮 没用 退炮的意思是过会儿你吃进去我跳马 未来还有打你 是吧 进去的话 我们说炮不虚发嘛 布局阶段还是希望炮能在自己的家里 这会儿是不行的 对 这样的话其实 红方如果吃进去 黑方跳 黑方马 含着红方的中兵 那红方会不会先拱中兵呀 先拱中兵 这样再拱中兵 不先吃兵 你说 对 就这样拱中兵 这样拱中兵的话 不想让你马跳上来只有这么拱 那你说再这么跳 对啊 那这样的话 应该黑方阵型也比较稳固嘛 对啊 他有可能过的话 也再送给你 反正马也能够出来 这还有一些 当时我们就是说 顾及黑方说自己空的话 就是怕这个马变成弱马 现在通过调整来看 黑方这个马并不弱 也非常快地出来 就是三路马还是找到了一个 合理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对对对 那鞠平二看来就可行 对 这样的话 从如果从局面来说 应该说走鞠平二更好 实战当中呢 黑方走的是鞠平三 就是没有对局 应该说挺可惜的 而我们的金波大师呢 应该说也是属于慢国手 是吧 他对吧 他虽然是多次打进 其个人赛的前列名 但他就是走棋比较慢 就是所以说 他尤其跟那个 著名的棋手下棋呢 他如果能够把变化简单一点 应该对自己更加有利一点 是吧 对 他主要是慢 他就费时间 然后时劲就在那 在那响是吧 对对 时劲在那响 我估计走到这里 他都花不少时间了 是吧 对 G平三 G平三 当然我们肯定会 但是直播大师的棋 还是比较扎实的 对 他的基本功是非常强 比较索实我觉得 对对对 基本功非常强 如果给他长时间计算的话 他的计算力也是非常强 是吧 肯算 他也肯算 肯算 对对 但是像这种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振兴棋 像平时下棋一样的 一些棋友们也会老会问我们 蒋大师啊 或者你们大师下棋 是算多少步啊 经常我不知道 刘大师有没有碰到 这样的问题啊 其实 尤其像这些棋 它是算不到的 这种是个振兴棋 我G8-4也可以呢 G8-6也可以 这个是振兴棋 对 所以我们像棋 除非在那个 一些就关子 全部是必须走的情况下 才能说 我们能算多少步 像在这种振兴棋 有些是沙巴的时候 要不说 对对对 在振兴当中 我们比的可能更多的是 我们的这个 对齐的感觉 对对齐的意识 对 整体的大振兴棋 对 在这时候感觉 这个点方在这里 比较重要 所以就会 有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也不去计算了 走出来就 大概就差不多了 是是 对对 你实战走的G8-6 他实战走的G8-6 黑方 这时候再不能去对局了 对局你就吃进来了 黑方还贯彻自己的思路 马三退四 他准备是逐三进一 但是我总觉得黑系 这个右边还是处理的 有点委屈 是啊 总感觉好马往自己退了一步 这是两仙的起 是吧 已经跳起来 自己把自己退回去了 自己在这运筹帷幄 还是觉得有点慢 就是速度有点慢 对对对 尤其是我觉得 它这边的籽 想往这边调动 一时半火 对调不过来 你说这局这 反正将来就只有 这两个地方可以过 这两个地方你都没有好 点这个地方也能泡六斤 点这个地方 也能泡六斤一 但是早晚你也得点 要不然你那个 两个子就废了 是 所以整体这个 是 整个的这 这G1平3的这个构数 好像速度有点慢 对 这时候就 刚才我们还不如G1平2了 对我们来看 接下来 对对对 接下来 红方怎么样利用 黑方就是速度比较慢 是吧 我们就马七进八了 小雪还是比较灵活的 对啊 既然你开始有点往回缩 那我就走得更积极呗 这样 其实它产力更强 我觉得金波根的下这种 其实不占便宜 对啊 你说对吧 黑方走了 是走了 去八进五 这也是必走了 不走这区 没地儿去了 你说走到这儿 显示票会也看不到 是 走到这儿的话 可能就干亏 对啊 就黑方 红小方很显然 可能就吃兵了 就简单了 夺兵了 这个票码再进居 我估计也是 黑方就是 很早之前就计划好的 因为他希望 把你的马往边上右马 这样你过滑就中马跳不起来 中间就薄弱了 所以他就 转而进攻你的中间 中兵的位置 这个应该也是 金波大师就是灵活的棋风了 是吧 他也是把你马往边上赶在 击你薄弱的地方 这种思路呢 应该说在他的战绩当中 也是有种很辉煌的 就这种也成功过很多次 是吧 因为毕竟像有些 我们稍微实力弱一点的起手 他面对这样 就自己 毕竟这个你看上去 兵也是扶着的嘛 是吧 对 而且他马又往外口跳了 是吧 对啊 是 但是就看 现在是 到底谁更能把握住局势 就是被 对方不被对方牵制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关键所在了 接下来红旗走什么了 接下来红旗走了是兵武精一 嗯 兵武精一 他的意思就是 黑方如果你走 如果你拱了 我可能马八正七 灯了 对 这样黑旗 有点问题吧 中间 还是有点薄吧 对 黑旗应该有点薄 中族你怎么处理啊 你在竹武精一 在竹武精一的话 人家会不会有C啊 C也有可能 对对 C也是有可能 或者我就马七退五过话 还能打你 嗯 应该说 就是说 对 还有炮了平七什么的 对对 因为你把你局给挡住了 是吧 对对对 是 就是 那所以他不能拱 嗯 他呢走了 炮四进一 嗯 炮四进一的意思呢 肯定是希望你G八平七吃掉 对 这样你如果 这样你如果 然后他在竹武精一给拱了 然后他走这个 啊 暂时他可以先G杀过来 对对对 他可以先G八平三 这样杀过来 这样黑旗还可以 对 这样的话 这样的理想还不错 对对 估计就是 金大师就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不可能的 对对 但是这个 洪方是著名的许盈川特级大师 哪能轻易地 被你实现 你自己的想法呢 一方走了 炮四进一 鹏方也是非常灵活 他走了G八退一 嗯 对 黑的走什么了 这样的话 马三进二 马四进三跳起来了 对 他如果你再吃的话 我G吃过来 也是非常厉害 那不行 中路啊 非常快 所以很多时候 大部分的这种兵对质 都是不敢拱的 对啊 对 暂时都是不敢拱 拱会很亏 对 都是有的时候 还希望对方拱 确实实战也确实 他走马四进三 他是希望对方拱的 是吧 对 对 这样红旗 假如说你拱了我 我会走马三进五 那当然 谁要把马盘住 再借着这吃兵 谁更舒服一点 对对对 是 红方走了 兵五平四 红方走得也挺巧的 借助你这个子儿 在这自己这儿运 然后我先把兵度过去 对对对 有没有齐的 反正我先放喝 炸弹在你这儿 是 是的 这样黑气 G3平二对局了吧 黑气是走了 G3平二对局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总体来说 在这个时候 G3平二对局 感觉又有点软了 又有点软了 显软 对 所以这个 哪个时候硬 哪个时候软 这个相机里面 把握也是 不认为这盘机 跟许特大压下心里 还是有点障碍啊 对应该 其实不仅是 他有障碍 对对 那说明 今天下的还可以了 对 他发挥得很好 是 最后去个人赛 他也获得了 前六名 所以说非常不错的战绩 那这个黑气 除了G3平二 还有什么好的下法呢 他可以考虑G8平三 G8平三 对对对 好 讲话是摆出来了 对对 过会我们就给大家 摆一下G8平三的这个变化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好 欢迎您回来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实战 这个时候呢 黑风如果G8平三吃冰 红方可能也比较自然 就马三进五嘛 黑风就G3平四 再杀相 对 就我走得最积极了 应该说 最有力量的了 这样的话对 毕竟还吃着事 对红方有很大的牵制 是吧 但这个时候呢 黑风又走得有点缓吧 刚才就是说 如刘大师所说的 我觉得金默大师 可能用识太多了 又不敢去往里进了 对对对 是 有点何去何从 不知道怎么弄了 对对对 就贯彻的思路 就不太 本身它是走得非常 前后矛盾了 其实有的时候 朋友们下棋也要看见 自己下棋就说 这个意识还要 明确 对明确 我这番准备进攻 就是进攻到底了 别来回来去的 对对对 他在进攻到一半的时候 他开始有点那个 含糊 求稳了 是吧 对嘛 这样红旗向前进九 不一个 向前进九肯定得飞 否则吃过来 吃过来太大了 黑风呢 也稳住自己正脚 不让马八进七 这个时候 红方又走得非常灵活 他以退为进 马八退七 这是小许非常灵活的风格 对对对 一看马在左边 也没有明显的位置了 是吧 所以先以退回来 黑方呢 走了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 先顶着这个 这样红旗拱了 对对 拱了 对吃了 对 红旗拱二 我们走的是 拱四进二 对 这样黑棋足一进一 黑棋走了足一进一 毕竟把马路活起来嘛 这个棋呢 就是乍一看 就是大家的子力是一样 对 比如说 我们那个兵族也一样多 大子呢 跟不用说一样多 但是呢 由于红方就是 还是这个兵 威胁着这个族也是非常快 还是这个 比这个主动 对对对 是 况且这个将来 还有可能会治马 对对对 是 红方呢 也兵四进一 对 黑方马一进二 这手走得又比较积极了 红方马三进五 他这个棋走的就是 我接下来 我就要兵四平五 拱你足了 走得又非常积极 这样黑的只有拱足了 不能让兵四平五吃过去 对 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这样必须要拱足 对 他打了 马二进三跳 黑方马二进三 入进去 这样他退马了 红方走了马五退四 因为有马在这里 我中炮摆不上 所以走了马五退四 黑方实在是走了马三对五 马三对五 应该说 如果金大师更好了 对 可能走这个更好 对啊 这样他可能会 居四平五吧 居四平五 我或者马七进六跳 你吃了我先吃回去 过后再打个兵 这样这个兵就不那么明显了 对因为黑方的大字也很薄 要是我可能会 如果我时间紧张 我可能会居住平衡 赶快刷刷刷刷刷 对我认为金大师也应该这样 是比较明智的吧 金大师就许特大呢 走期现在是比较快的 金大师呢 这个走期是比较慢 他这应该说 如果能更快的 对他不利 对这就比较有利 是吧 对局面复杂 对他不利 是吗 对对局面对他 他要花时间 花时间到最后时间 就会紧张容易出漏 但是他又不甘心了 对对对 他走了马三对五 嗯 你的炮六平五 炮六平五 这样他看见什么了 对 看见出现了 非常积极 对对金大师 局四平五 我们局四平五 希望把黑马赶开吧 只有走这个 这肯定是金波算好的 对那应该是算好的 对对 这样交化了 是 这样的话他吃了 黑的吃了 黑的吃了 我们的局五平三 我们往走局五平三 对 这样的炮四退一 对 他们走了炮四退一 这块走得挺流畅的 对对 但是金波当时没觉得自己 可能我觉得他还 觉得还行呢 吃完这象是不是 他吃完这个象 当然他吃象也是没办法了 因为不能再忍让 红防有个过河兵 反正不对居就是吃象 不对居就得吃象 对对对 就誓死一搏了是吧 是是是对 但是我觉得像你们这个棋 这个时候 对是红防走 对对 红防走局三退一 红防走局三退一 他是不让他打过来 对对对对 这分先制 你说第一盘 要是拿个后手好 还是拿个先手好呢 应该是第一盘 拿后手比较好 因为我后手 能更主动一点嘛 后手如果输掉 我第二盘我就选择 非常拼命的布局 对对对 就可以带肩而动了 对对对 而如果我第一盘 后手如果赢了的话 我第二盘先手 我就求稳了 毕竟先手求稳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你要选 你就这么选 是这一手 我要选 肯定会选后手 那他们这个下棋 是抽签啊还是 应该抽签决定 抽签后先后手 大部分起手的话 在抽签抽到的话 还是会选择 后手 第一盘选择后手 那我记得你那年 跟孙永珍下那个 九成之夜的时候 你是第一盘是抽的 还是什么呢 那个又不一样 那一年是先手 赢不了算输 先手时间又非常多 赛制不一样 赛制不一样 对对对 如果要是正常赛制 还是后手 你觉得会稍微的 第一盘后手 然后第二盘先手 就会更加主动 听明白了 对对对 这样聚三推一 黑的好几瓶 对 对 红方实际上是走的是四进五 这步棋可能 红方还可以走 马七进六 更加快 你将我反正知识嘛 是吧 实际中走的四四进五呢 接下来 黑方就抛八进五 有点骚扰 有点骚扰 而我们现在 从实际来看 这个局面 其实这个时候呢 红方显然是 兵把你马赶回去 已经是占到了 一点优势 对啊就是 我觉得这次枪 不便宜了 对对对 是 所以应该赶快跳马 赶快上 是吧 他估计什么呢 我还真没看到他 对对 他就是求稳吧 我估计他这时候是求稳 对 十四进五 我估计金波时间紧张了 对 时间紧张 许特大走等招嘛 看那个黑方的应招 是吧 是 这步七 黑方走得比较好 跑八进五 让红方必须跳外马 这时候 黑方就连续的抓炮 迅速回来 对 马八进七 只有七进去了 红方马八进七 对 对 这会儿打了倒霉仪 打了他G3-8平了 正好过 打完G3-8 你如果将 他正好先手抓炮 是吧 躲了 正好帮他过剧了 还不好 是帮他过剧了 对 所以他没打 所以他没打 对对 他这步骑走得到一天 他走得炮四进一 这样的话 我先吃着你这个炮 是吧 假如说你动这炮之类的 那我再打你 这时候再打 这样就不一样了 这样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这样你也G3-8呢 这样在G3-8的话 过后会有炮一瓶三之类的 炮一瓶三 对 因为你G已经亮了 G在这边已经亮了 刚才那G通不通 刚才G不通 是这样的意思 他希望走成这样 对对 走得也有点 那红旗肯定不会让 对对 但这步骑应该说 还是走得有点缓吧 给感觉 是吧 可能更简明一点 可以走这个 G3-1 G3-1是怎么个交换 G3-1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跟我直接交换 如果他吃这个呢 你吃这个 那我就 或者用G吃 或者用炮打都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马位置也非常好 上来马基金有牵制是吧 对 而冰也制住你的马了 我认为优势已经够了 够了 就已经够很大的优势了 你觉得这些够赢吗 我觉得这个反正优势是非常大了 具体赢不赢呢 还得看 接下来走得怎么样 是吧 优势非常大 但你觉得这块应该G3-1更稳一点 更确的优势 对 不闹事 当然这个竞技就是跟我们现在在棋盘上摆不一样 因为我们比较冷静嘛 是吧 我们没有压力 而是我估计林场下到这里的时候 黑方时间是非常紧张了 所以许特达还是希望保留变化 这样是催促他 更让他紧张出错 对对对 更让他出错 所以他就走了G3-5 G3-5 这时候 黑方如果还是走平炮的话 红方有可能退尸之类的 这样没什么气 对对对 这样接下来还有冰淇淋瓶过去 而黑方就是孤炮深入 没什么气 但这部气 黑方走的是不错 黑方走了G6-7 对 他第一个想吃冰 第二个想 是不是底线还有点骚扰 对啊 底线他希望打僵 再泡发僵 对对 这个炸弹 对扔个炸弹 对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了 可能红方还是走得过于 就是 应该说过于 希望给黑方制造难度吧 他走了4-5近4 4-5近4 如果走4-5近4这种变化 我估计他是经过参考的 如果他考虑是 你要打来的话 我肯定是 打回来 打回来 接下来你吃了 我手段非常明显 马七进九一下踢得难受了吧 对对 踢得会非常难受 但是这个时候就非常巧 他会走G7对1 确实实战也是走的G7对1 这叫其实好骑 好骑 正好你不能打他 炮4-5牵住 打了炮4-5牵住 我估计小雪没看见 应该他是疏忽的地方 这是比较疏忽 要不然他要能看到他走这个 他不会走15-4 要能看到这个 他应该走的是 15-6 那放个15-6会不会好一点 15-6你要吃回去的话 那我肯定G5平8了 这样我就G8-6是个绝杀了 你要点回去 我就马踩中向了 下不棋就僵死了是吗 对对 下不棋就僵死了 对 这里的话正好他还可以打回来呢 是吧 打回来你再僵没事了 那没事了 他守住了 对他守住累道了 对对对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可能是就是许特大为了追那个黑方的时间吧 估计走的也是有点遗憾 一定一问手 哦 15-6更好 对对对 他那走了15-4 他吃掉 吃了 嗯 红的 红的走马七进九 马七进九 马七进九跳江嘛 是吧 他不能打 真的马七进九 这样的话 他就回了吧 他回去 对 那回去 红方是走拒五平八 拒五平二 先走拒五平八吧 对 他准备下去嘛 是吧 拒五平八 黑方也是 顾如近他 就如果 如刚才所说的 哎呀 红方没有抓住那个机会之后 也是让黑方 就是比较从容的调整了阵型 这样的话呢 没有 他先走着拒五平二 现在拒五平二吗 不是 是这样 他是这样 然后他进居啊 对 进居 进居 他一桌 他一桌 拒八平九是个先手 拒八平九 拒八平九 先手 他是 走了拒 拒再回来吧 拒 他先开始走的是 他是走着泡五平二 他退了一步 然后他拒五平八 交换了一下 哦 是这样的 对 他过门了一下 他走的是拒五平 这样 对 炮五平二 他先走了一步 拒住他 我当时没看 我当时还没看明白 这张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是吗 为什么我记住了 他可能还是为了 让黑方更难思考吧 对 我觉得他是抓 我当时就没看明白 你知道吗 这样他就 这个 对 他这样在抓 对 这样他底下都僵吗 都僵 对对对 是这样 对 这是先手 他一级平五 他在级平五 对 他走一泡 泡二平八 对 落相 然后 落相他走了 泡八平七 泡八平七 对对对 他一次泡 泡八平七 泡二平八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局面是 黑方也是可战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 由于他当中的局势比较落后嘛 所以用了大量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 很遗憾的超时了 对对对 最终以黑方超时判复 最后以超时判复 所以非常可惜啊 是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